奇怪的故事 古早在Austin北部住一戶老式人 Swellers Swellers人家的人有 John Swellers 人母 他家庭 人家五歲的女兒 跟小孩的父母 在戶口調查的是 算了一個日本市人口 不過事實感到有三個人 一夜吃飽料 去那十五小孩北斗加疼 John Swellers 乖近日赤去買幼兒 他自安內不肯回來 十五小孩無事 後來大閃了 去那老母因為 他人失踪 非常相信 後來他又嫁人 換去San Antonio 十五小孩後來也嫁了 過幾年後後 他也有一個十五小孩五歲 他腰住在他以前住的時 他老爸離開幕後回來的那間房 一旦 一旦 進步剛好 他父母乞也百度加疼 這是John Swellers失踪的十年日 他就是這個十五小孩的阿公 我日常去買幼兒 他人家這樣說 他人家這樣說 不可以 John你不要去 他沒有意義 你也有可能的失踪 沒記在回來 所以John Smith沒有去 他只是坐在十五個 你也叫Pansy的藏筆 過一陣子 Pansy又比較疼 將還沒去買幼兒 但是他沒有陣 忽然間門開開 一個狡猾 白頭髒長長長長的老人進來 哈囉 阿公來啊 Pansy說 他通代生人出來 老人為地阿底留出一個有關啊 讓Pansy喝一湯匙 他隨後起來 我這班回來 John Swellers說 是因為地丹公車啦